佛祖佛师 所有众生 生活过着 见得神通自在 波罗密度 年老的诸解 有章 知第十 神族同源 波罗密度 或者是波罗密 都是梵语 翻成中国第四 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四究竟 伴迪四 事出世间的事 做到究竟圆满 叫波罗密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到平安 这是佛教的我们 我们今天是在六道轮回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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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这个岸边上 舍 佛 宗界的目标 是要了生 死 出三界 那 还要 那 还要 回归 无上 不体 那 那 比安 是成佛的岸 也就是说 从凡死 六道凡死 回归到 祝福 救荆的国位 这就到平安了 第三个意思 度无极 是从度中身说的 波罗密的意思 很深 度中身 要把它度到最高的地位 华言行说的 妙就如来 这是没有比得更高了 成无极 那么另外也可以说 这个无极 是度中身 无尽 度 无量无病 无数无尽的众生 那么 这也叫波罗密度 或者 简单翻译的 就叫度 菩萨之大行 能就经一切 自行 及化他之事 所以叫 死究竟 学佛 第一 就是要发心 第二 经上常常劝得我们 发菩提心 菩提心 确实 不容易 发出来 注意想想 阿罗汉 阿罗汉 皮质佛 全教菩萨 都没有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 是什么 大经上 说的很多 菩提 是觉悟 真真 绝不了 阿罗汉 觉悟的心 是真心 不是忘心 那么在 世出世间法里头 谁用真心 菩萨用真心 不识 不识三臣菩萨 是法身 菩萨 那会用真心的 就是法身菩萨 中门 中门所谓的 大彻大悟 明心 见心 见心 就发菩提心 没有见心 没有菩提心 那么我们这个发心 要从哪里做起 先要放下障碍 那障碍是什么 见思烦恼 是障碍 笑沉 是拖喚 放下 无种见惑 他洁净真心 实际上 取真心 还很遥远 但是 妨碍 我们 明心 见心 第一道关口 他突破了 这个无种见惑 就是神剑 你看 凡夫 六道凡夫 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 当作我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一生 都是为这个我服务 不知道 这个我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它是生灭法 有生 有灭 有生 有灭 在佛法里面说 假的 不是真的 佛法真假 从哪里分 不生 不灭 是真的 有生 有灭 是假的 现在 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 对于这种事情 有了一点 概念 那 这个身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为什么要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之后了 这一生 要干些什么 库小家 也研究这问题 有没有答案 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但是 还是佛的答案最高 又简单 人生 愁一夜 你自己做不了主 你为什么到这个时间来的 报应 你过去是造的因 这一生 到这来修果报 如果过去生中 修善即得 这一生的果报 你来享福的 人间的富贵 如果造出罪业的 你这一生到人间来 是受苦受难的 前世造的因 这也是果报 这一世所造的 来世的果 那我们这一生 感谢什么 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感谢什么 那如果是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 好 来生是人天佛宝 如果是贪嗔吃卖 是不仁不义 无理无信 那来生就哭了 来生三途去了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这是世证 是菩萨们 无尽的慈悲 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来生 不要躲三卧道 三卧道太苦了 时间太长了 很容易进去 很不容易出来 那为什么 进去之后 那是消卧业的 你阿赖业里面 所有 业系种子里头的卧的 统统要消干净 你才能离开 那我们这一生俗造的 就不少啊 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过去 无量戒来生生世世 这累积了多少 你就晓得这个麻烦大了 一念不谨慎 就到三途去了 到三途时间长 到天道时间也长 天道是消福报的 消善业的 三途是消卧业的 虽说它是悟报 六道都是消业账的 可是 我们 六道里种子 它不觉悟 遇到佛法也很难回头啊 长节轮回 我们再六道 诸料 无量节 这一生 节过去世所 借的缘分 跟佛借的缘分 特别是尽宗 尽宗能往生 那都是过去 曾经供养 无量祝佛如来 这一生遇到了 得祝佛如来 明明当中加持 你能信 你能愿 愿神尽土 你能老实念福 这一生能成就 没有一个是侥幸的 也没有例外的 就是一生不幸福 灵命忠实 一口气很没断 未到善以后劝他 到极乐世界去 请敬阿弥陀佛 他立刻就能信 就能愿意发愿 好 我愿意去 你一生佛号 世上佛号 等等我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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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